与民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北京就排个会 去顺便办点事情 人民大会堂开会 别想太多了 走吧 这个人还是比较多 还是不要打脑到别人 在温州机场中午饭还没吃 人均消费最低消费就88块钱 米饭米粒要把它吃光 大粒算了 这个橘子可能一个就10块钱了 没办法 阿鲁饿了没办法 吃过有史以来最贵的一碗面 88块钱 现在已经在马上就出发了 再个两个小时就到北京了 北京见了 上面去北京洗个澡家里提水了 哈哈哈哈 睡一下 关机了 若天涯路是漫漫长 谁又知道他在何方 有些人会慢慢迷失方向 可原本生活就无常 有些人生来有理想 有些人单纯没方向 有些人单纯没方向 还不如像个沙子流浪远方 也许原本就该这样 也许原本就该这样 勇敢的来 去找寻希望 更不如理会 别人的眼光 让苍茫的夜 灑在你的身上 把受过的伤 变成希望的光 来 来 来找到你的方向 天涯的路 是天气漫漫长 会生间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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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个鸳鸯液 谁跟你洗 两个大大人洗鸳鸯液 洗个鸳鸯液 充饭不在 免强陪你 小费帅一点 给你给我 可以 可以 准备出去弄一下 准备出去 找吃的去了 看在北京城有啥好吃的 好吃的来 好吃的上 找了半天 就这边找到一个 风味包子部 你看一下 哪地包子 包子去了 来北京可以来北京吃包子 这就是老百姓的炒干了 口味吃不习惯 再暴露 单吃了 咸咸的 味道不是特别好 还是鸭肉 好肥啊 这鸭肉 怎么吃 哈哈 哈哈哈哈 可能我家还要吃 吃到面 炸这面 真的吃不习惯 来北来北京可能要饿几天回去 没有 没到没到 都对了 现在把全部的习惯都寄托在这种包子上面去了 如果包子的话还是吃不习惯的话 晚上就真的要吃到面了 现在呢 这猪肉包 嗯 汤汁看出去不错 哇太烫了 这个味道还可以 现在终于找到可以吃的 来多吃点啊 你也注意点 要不然你也吃包妹 我不喜欢吃包 是什么 很棒 还超下的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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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自己全部干的 可以可以 不吃烂味道 这吃不奇怪 真吃不奇怪 不是都是不好吃 只是 口味不一样 口味真的不是我们拿完了 居边很大 走 吃饭了回去